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今天股市傳奇 我是大家好朋友張志誠 各位投資朋友 台北股市在今天 我們可以看得到 又再度創下整個這一波的收盤的新高點 還記不記得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整個台北股市你要看中的是 那個基本面的要素 國際飛成半導體一路在走洋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 大家認為的俄羅斯的一個問題也沒了 歐洲也開始在大漲 那台灣這裡或許很多人認為 還有一些問題干擾 所以量出不太出來 認為這個大盤越往上漲 越緊張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從種種的因素 你已經看到 台灣 第一季往往因為營收天期短的關係 是電子的淡季 那電子的淡季的時候 我們台北股市的電子股都會走得這麼強 那麼當然 當第二季 尤其中國大陸武衣長教之前的 拉貨潮來的時候 那就是電子的旺季到了 所以台股有這種旺季的一個題材 我請問大家 為什麼我會堅持跟大家強調 這個去年雙底結構的最小最基本的一個 滿足的幅度 該漲到的最基本的滿足幅度 在8867點 那個是技術裡頭 最基本最小的一個幅度啊 我相信當今天大盤 再度收盤創整個波段的新高點 已經來到8779點了 收在8779 距離大家認識的前高8787沒有多少 但是從過去這一段時間 學運的期間 我一直告訴大家 反市場K線的買點訊號出來 當天很多人是很緊張的 要去殺股票 禮拜一而已 隔了幾天 各位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要挑戰波段高點 甚至這一波的震盪回來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是因應整個4月之前 最後公佈年報的關係 有很多資金 再換手到新的主流 有第二季即將要大漲的主流 你不要忘了 8230今年 新春開盤那一天 底部爆大量跟牛市被離的 雙重反市場K線 買點訊號的位置點 8230 那不會再來啊 我在跟各位說不會再來 那有個投資朋友 就是 就是 沒有辦法相信 因為每天都認為這行情 沒什麼量 而認為這個行情 也有一些 之前俄羅斯 那個 烏克蘭的干擾 現在又有這些 學運的干擾 好像只要 齁 那個 立法院的學生 沒走齁 大家都認為這個行情都不怎麼樣 因為有人一直在恐嚇你們嘛 恐嚇到最後咧 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 這個盤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從頭到尾 它都還是一個多頭的架構嘛 漲的時候有量 回檔的時候有量縮 攻擊起來又有量 完全都吻合啊 各位 見低點以後起來 有沒有一路一直量增加 每一天都非常漂亮 每一天都非常漂亮 那為什麼台北股市會這麼的強 各位投資朋友們 我不曉得大家在這一波 航行在上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在這當中 積極努力趕緊把新的主流卡回到手 但是如果你看我的節目 你一直在聽我張老師跟你講一個重點 叫做三月以後 電子要進入旺季 你從美國的廢城半導體 最上游的已經看到答案了 我為什麼在今天 我已經跟各位講了這麼多天 第二季五一長假之前 電子旺季營收題材來以前 你一定要好好卡位電子 不是看金融跌升卡位金融 也不是看一些 股價本益比太高 然後 基本面支撐不了股價的股票 漲很多想要去追它 你都不是做那些股票喔 你應該要做的是 現在股價位置在低檔 它即將在未來 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中國大陸五一長假拉貨潮的關係 包含電子股 即將進入旺季的關係 它的營收是開始成長 而且是大幅成長的股票 你要趕緊鎖定這些公司 把它卡位好 所以啊 你聽了我這一天的時間 有卡位的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謹記 沒有看到營收大幅成長以前 你不要輕易地把它賣掉 更重要的 今天我在測標 來 我們啊 已經來到月底了 因為月底的時間 也來不及 可以在全省 幫所有的投資朋友 舉辦各地的投資講座 因為來到這個本月月底 是所有你知道的 年報去年報的干擾結束了 然後還有第一季 淡季的時間點要度過了 三月開始以後 也就是四月那邊開始 進入旺季的電子營收 有很多的電子的公司 因為營收成長的關係 它準備要飆出去了 所以啊 我今天啊 在節目上 我跟各位講了這麼多 要重壓電子 今天 還是要跟各位強調 我們這一次 是三月三十一號 在晚上 台北 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演講會 這個演講會 是免費性的啦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我常常開演講會 幾乎都是免費性的各位 尤其是在 最重要 然後 等於關鍵的時間 當行情要啟動了 當現在大反量還沒出來的時候 當下一個月的營收 有很多的公司 我們已經掌握到 要大幅成長的時候 我要緊急通知大家 各位 緊急通知喔 要讓所有 不管各位你是新朋友 還是我的老朋友 每一個人 都要在四月 營收到大成長 電子 忘記來臨以前 卡位到 即將要成長的公司 但是 張老師這一次 台北投資講座 要緊急通知大家 所有組成段的股票 要啟動的部分 我全部公開分享給你 講到這裡 各位 你當然就絕對 不會錯過 像宏達電跟TPK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一家宏達電 三月份的營收 已經從 中國大陸的DIR816 還有包含 最近才剛推出的M8 昨天我講了 保守的外資 都敢 都敢去看好它 能夠出貨超過50萬支 那麼我也算給大家聽 這樣子算下來 你光一個M8 超過50萬支 還有包含DIR816 預購的支出 已經足夠讓宏達電 三月份的營收 會比前一個月 我一直強調 那個財測公司 都沒有改變 代表340億的財測 它一定會達成 一旦達成三月份的營收 將會比 二月份的72億 大幅成長超過 一倍以上 這就是營收在成長的現象 給你看到 所以啊 有這樣的營收成長 還有包含最近 M8推出以後 市場上大家開始注意到 原來智慧型手機 也有這種 這麼特殊的 一個運作方式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主聲段所具備的條件 營收的成長 未來獲利的一個前景 還有包含各位更重要的 一家公司 你可以看得到宏達電 不只是過去這段時間 我跟大家強調 龍眷一直不退場 這段時間不只龍眷不退場 來到昨天龍眷還增加 我實在是很佩服的 存不著整天 龍眷就已經要 最後強勢回補啊 竟然還有辦法在那邊還增加 然後更重要的 各位啊 龍資啊 你去看一下 宏達電過去這一段時間 龍資一直一直一直在減 其實龍資籌碼一直在減 就是對一家公司來講 這是最有利的一個籌碼的證據 代表補額是越來越少的 但是各位 我想宏達電 來到今天 為什麼我要請各位 如果你還要珍惜 包含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宏達電的主聲段的作戰計畫 因為主聲段要來臨 所有的條件都吻合之下 當然你在這上面 要提前做好卡位動作 要提前 搭上這個轎 那如何搭 如何做到轎上無穩的座 我要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台北的演講會 我會全部的清楚告訴各位 為什麼這一次有這麼多重要的訊息 要分享給你 當然 這個絕對跟 我在進行這一波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不只是反市場K線 在134那邊出現買訊而已 這一段多少人都在恐嚇你 講說宏達電它要跌要跌要跌 突破缺口要補要補要補 我告訴過大家這叫突破缺口 不會補就是不會補 你如果在這邊都賣錯的人 你要等到去補那個地方 幾乎沒什麼機會 因為有一萬多張的龍圈 在這裡 這是宏達電 4月11號以前 龍圈強制回補最後一天 強制軋空前 震盪的最後機會了 各位你想不想要 你想不想要一塊把握 宏達電雖然今天 創高點以後又震盪下來 但是這個震盪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它是一路都在創 波段的高點 創高以後的回檔 每一波 都是為了創下一次的新高而做的準備 因為當它所有的基本面 尤其 為什麼M8有機會大賣 來各位來 這裡四八大經典 我一直跟你強調的 跨時代的一個產品耶 主相機是兩個四百萬畫素 RTRAPICSEL鏡頭組成的 Duo的景深相機 這個景深相機 我現在很多人在新聞看到 但是我一定還要跟你再講一下 我高科技的專家耶 很多人可能不瞭解 你今天一個相片 要拍出來那種立體的效果 而且還能夠突顯出 你所要的那個焦點的效果 在過去 只有那一種很專業級的相機 或者說很專業級的那種 影像的軟體才有辦法呈現出來 但是如果你拍出來的效果 它沒有一個景深前後的對焦能力的話 根本做不出來 中東達電這一次啊 領先全球獨步推出來的 雙鏡頭相機 就是要讓那個相片看起來 不是只有立體化而已 是讓你可以想要突顯就突顯誰 不想要看到的人 就把它給消除掉啦 各位懂我意思嗎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其他公司有耶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有機會熱賣的訊號的 一個突破的科技 那還有咧 當然就是那個金屬機殼 那個金屬機殼已經做到是 已經做到是 完全克服了天線接收的能力的問題 我真的也覺得可塵不簡單 難怪去年可塵可以漲這麼多 可塵傳奇到現在還沒有漲完 現在不過可塵是在等待 等待公布去年賺18.38的EPS之下 要配多少鼓勵給大家 可塵就等這個而已 一旦公布出來 我可以告訴大家 去年賺這麼多 以可塵公司的習慣一旦配得好 不好意思啦 一定又是噴出了 股價本利比低嘛 又有具備這種 全球這麼高檔的那種 智慧型手機一體成型機殼的實力 宏達電 M8 依現在啦 那個最近還是一樣 比較保守的外資啦 昨天我講那個叫摩根大通嘛 它是保守喔 它是估3月份M8就出貨50萬支喔 保守的外資還估洪達電 光4月份 就要出貨250萬支 那為什麼他有辦法出貨250萬支 為什麼這一次領先鋪貨 讓市長這麼多外資改變他的看法 各位 這就是我這次投資講說 3月3日禮拜一晚上台北 要跟大家講個重點 尤其洪達電 各位你要知道 主生段 總是長得又長又久 長的幅度它是最大的 所以這一波多少人 在洪達電的過程裡面 都不敢相信怎麼有辦法長這麼多 有辦法長這麼久 這就穩合主生段的證據 所以這次到底主生段 可以長到哪裡 它到底 要讓大家怎麼能夠賺這個主生段 我們的作戰計畫 這次投資講說要來告訴大家 當然也行看TPK 因為TPK現在已經列入洪達電供應鏈了 TPK 我最近跟大家講過了 它 現在就等量出來而已 從反市場客線買一點 導狀反轉出來以後 我就跟大家強調 這個導狀反轉形態 通常都預告了 它必然塔丹波亂高點 那塔丹波亂高點的時候 這是主生段來的 所以TPK這一次的結構 各位注意看喔 這次的結構之前都不一樣喔 哪裡不一樣 你看得懂的恭喜你 如果你看不懂的咧 希望你 這一次禮拜一晚上台北投資講座 你一定要來聽 你務必要前來 因為TPK這一次的結構 就光看這個圖 就很多地方跟之前的不一樣 再次出量的時候 主生段正式啟動噴出 這就是我這一次請各位 你紅達電供應鏈 務必前來的重點 要聽個投資朋友啦 記得 廣告中的電話隨時跟助理做個聯絡 如果 我要帶資料給大家很多 做好登記以後 張老師我 也不希望能夠少帶分數給你 所以各位你登記好以後 記得 我們禮拜一晚上台北投資講座 很多金融內容告訴你 當然還有咧 我等一下回來 還要告訴大家為什麼我講 第二季電子旺季行情要開始來了 有一個證據喔各位 最近大家可能台灣都在關心那個學運的事 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 美國的惠普 各位 要得非常的兇喔 為什麼惠普大長不要這麼兇 台灣有什麼特別利多 這次投資講座跟你講的重點 通通都在這裡 我等一下回來 有一家公司我看是快壓不住了 我等一下先給大家提示一下 所以更加另外再等一下告訴大家 進個廣告 等一下再回來 23年豪宅品牌 難看交流到一分鐘 國門第一都 力保W1 全新落成 03353-0888 亞洲投庫 張老師 免費獎座 3月營州搶先爆 3月31號星期一 晚上7點在台北首席會議中心 下一個就播02-2578-3777 02-2578-3777 台機店創辦人的雄心 台機店創辦人的雄心 我會再創奇蹟 屢屢再創巔峰 亞洲投庫27年的服務精神 掌握市場經濟脈動 結合國際財經趨勢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咨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庫 張老師 免費獎座 3月營州搶先爆 3月31號星期一 晚上7點在台北首席會議中心 下一個就播02-2578-3777 02-2578-3777 我期盼能給孩子安定的未來 我想給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照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承保條件 付出少許保費 就可向保險公司 投保微型保險 讓您及家人獲得多一層保障 詳情請洽微型保險專線及網址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關心您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各位投資朋友 最近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希望投資朋友 你在看節目的同時 你要加緊腳步 趕緊 把最近因為大盤量還沒有噴出的時候 趕緊利用 市場上很多人可能看到 那些學生還沒有離開立法院的時候 大家還有一點戒慎恐懼的時候 趕緊把下一波要大漲和主流的股票 趕快挖出來 那我的部分 各位你看我的節目 我常常大家講 我沒有精選不會推出 沒有嚴選 就不能夠叫做是股市傳奇的股票 你像最近 有這麼多事情在干擾 我怎麼幫大家選的 來各位你注意喔 我怎麼幫大家選股的 就好像說 我最近在觀察美國 雖然美國納斯達克在回黨 但主要在跌的 都是生技股跟新股為主 但是在美國科技股當中 惠普啊 各位惠普啊 HP啊 它的股價走勢非常的強悍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最近幾天 台灣的股票市場大家都有點緊張 你看那個 2357的華碩 越電越高 還有包含像那個 2377的微星 哇 漲停板耶 這麼多KNP有關的股票都在大漲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微軟 Windows的作業系統 XP4月8號 就要全部退役 全部大家都不能用了 這會啟動非常大的換機槽 我一直在關心這件事情 因為股價總是領先反應 不可能到了4月8號退役之後 它就開始標 所以惠普領先的標出去 惠普的大漲 不只是帶動台灣這些相關的 電子的NP的股票而已 各位 還有啊 過去一直以來我最熟悉的 當電子這一次 微軟作業系統換機槽出來的時候 台灣的類比IC的產業 類比IC設計的公司 會有很多的公司都會受到 換機槽的太舊換新 然後造成它的營收大不幸的成長 所以台灣類比IC產業 要大爆發 因為惠普的大漲 我已經看到這個現象 那類比IC裡面 我要是我選 我說了沒有精選我不能退出 沒有原選就不是傳奇的股票 我一定選什麼龍頭 各位 沒有86力期 今天的股價 已經正式突破 底部的一個格局 這個叫做主升段啟動了 尤其利期的部分 它不只是去年 能夠賺 超過一個股本以上 現在股價的位階不算高 各位 我當時在請會員朋友卡位的時候 這是要告訴大家 歷期光低劑的財測 它以低劑的財測 來達成 就已經在預告 預告大家 你把一二月的營收扣掉以後 各位 在預告大家 營收有望喔 創新高 所以現在來到 營收快出來的時候 它股價開始動起來 各位 這些不管基本面 或者整理過的時間 通通吻合的股票 我請問大家 是不是 嚴選 它就是傳奇股啦 還有再告訴大家 我這次投資講說 五一長價拉貨潮 電子忘記行情 IC設計標馬如何掌握 怎麼跟你大公開 就是像現在跟你講歷期一樣 我甚至可以告訴各位 歷期這家公司 你要記得主生段啟動的部分 它整理的時間有多久 上漲的時間 就有多久 那為什麼整理的時間有多久 上漲的時間就會有多久 還有包含上漲的價位會到哪裡 各位 我常講 張老師我所有的股票 我就公開抄對給大家看 我嚴選的傳奇股 我希望大家都懂得 可以完整的把它卡回到手 甚至把所有整波段賺到手 這就是我常常帶給大家的 所以這次的投資講說 很重要有很多內容啦 我可能今天節目也沒辦法一直把它講完 我已經暗示了大家一些的 其他的沒有講完了 甚至包含到盛群 轉投資二十家公司都賺錢的股票 IE這個儀錶碼如果掌握大公開 記得喔 想要來投資朋友 跟我們公司做個預約登記 在當中我要把所有重要 四月份量開始大漲的股票 全部帶給大家 跟我們注意這位聯絡 登記就可以 明天再會 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出個別有價罪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也請記得 ale好 冷氣調高點 風景美一點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现在立刻直播02-2578-3777 02-2578-3777 超越大蓝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带您面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接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人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 公布了最新的GDP预测 微幅上调达到2.88% 以开发国家逐渐摆脱金融风暴 经济基本面好转的情况下 国际经济预测机构多数看好 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将优于去年 原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长梁国元认为 失职薪资恢复成长带动民间消费回温 加上出口缓步改善也将刺激民间投资 全球的景气主要的国际预测机构 事实上是上修的 我们的消费现在看起来还算比原先的预期强劲 公布最新GDP预测 较上次预估2.72% 小幅上修0.16个百分点 来到2.88% 高于主计总出的2.82% 不过近两年来 世界贸易量成长趋缓 加上新型市场动能减弱 恐将不利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 全球的这个贸易经济成长率虽然往下调 但是贸易的那个成长率呢 虽然还在